今天想给大家科普一个概念 这个概念叫雇主担保 雇主担保是可能大家在中国 可能经常听说这个移民方式 叫雇主担保 这个很有意思 这个概念应该最早是来源于加拿大 加拿大特别多 就是以前那种技术移民 你雇主在移民局给你出一个什么证书 或者说证明保证 这样子你就可以移民去加拿大 这个应该是最早的一种 最早一种真实的形式 却是雇主在其中起了一个 很重要的官方的作用 但实际上如果把它放在欧洲移民的 这个概念里面 我就讲欧洲 其实加拿大那边我没有 我没有法律规定 我没有着重的研究过 我就讲欧洲 那雇主担保这个词语用在欧洲 它的本质是什么呢 它的本质呢 其实就叫做假担保 例如德国的这种 德国的这种叫什么 德国的技术移民 特别现在特别火了 是吧 德国非常的缺这种技术 技术人员 专业的技术人员 开放了 开放了一个 就是很宽的这种通道 大家符合条件都可以来 意思是法律上的满足 但是这里面有个核心的 就是你需要在德国找到工作 有雇主愿意把你雇佣过来 是吧 但实际按照大家的这种条件 它是需要 能真正的被德国雇主雇佣的 就两种 第一种呢 你是特别高精尖的人才 你用计算机方面 特别有造诣 这个呢 技术水平特别高 其实这个呢 当然是肯定是可以真实的 在德国找到工作的 然后这样的人呢 他其实是不需要通过什么 雇主担保 他没有这种概念 他也没有移民的概念 他只有这种水平 他全世界想到哪里都可以 我觉得是 他想去哪里 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这是第一种 高精尖的人才 第二种呢 就是技术人员 就是例如 现在非常缺的这种技术 这种护理 护理人员 你在中国这种大学毕业啊 或者护士学校毕业 你有护士证的 OK 德语会讲 就可以在德国找到工作 也是真实的找到工作 这个也是真实的 这都不算雇主担保 但是我们讲的是那种 处于这个中间水平的 我有一点钱 但是呢 我又没有这个水平 是吧 我又想来德国 看样 看条件 我也符合什么 中国本科大学 本科毕业 我也有这个学历 这种东西 学位我都有 OK 然后就讲的这个雇主担保 就是在这边 相当于找一个假的公司 找一个公司 一个真实的公司 他给你发这个合同 把你 让你在这边来 来工作 你自己来交这个 你自己来 相当于你自己 你自己给自己发工资 就是这个雇主收你一笔钱 这私下的这样的交易 实际上就相当于 是一种假担保 然后很多人问我们 我们有没有这种雇主担保啊 如果你问我这个呢 我们肯定说 我们不做的 我们不做这种假的担保 然后很多人就说 你们怎么这个不做 那个不做 是不是 就是我们呢 做的是 就是做一些合法的 就是真正的适合你 像例如啊 中国很多人在做生意啊 他们想把产品 卖到欧洲来啊 他们确实需要在这边 设立一个公司 然后顺便家里面的人就过来了 在这边有业务 这个呢 我们是很愿意的 就是说这种业务 我们很愿意做 然后你说 我之前开过公司 我现在不开 我又想通过这种方式过来 我们也觉得没有必要 这个方式也不适合你 你可以做其他的 做其他的移民方式 我们呢 就是希望给大家 找到真正适合你的 这种移民方式 正规的 不是说 就把你搞过来 或者说怎么样 就把你搞过来